我的手機出來拿單上去 然後就不小心 然後就不小心 如果跌錯的話就點了 然後就不小心 如果跌錯的話就點了 不要緊剛剛煲到絕對沒可能會跌冷 再來一次 不小心 哎呀哎呀不小心 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終於買到人生第一架超炮 但我不是拿到大家的超炮 它是SSD的超炮 因為最近我發現剪片的速度有點慢 所以我決定買新的SSD 3000元的SSD 速度可以每秒有2000Mbps的速度 史無前例這麼快 我是有單位的 買了3000元 差不多買了手機 哇這麼小的 半隻手掌的大小 拿上手我覺得是挺輕的 或者好像平時的冷氣機遙控 它後面防撞刮花的矽膠質料 摸上去是挺舒服的 前面有一點點的設計 我猜是散熱用的 旁邊有一個可以扣鑰匙扣的圈圈位 我覺得很方便 可以扣在你的旅行袋 Product of Malaysia 馬來西亞製造 它只有一個頭 只有一個Type-C頭 Type-C to Type-C 和Type-C to USB線 兩條 開始測試前 就說說我之前用什麼來 過片剪片 就是這個 WD Black 不過這個就不是SSD 而這個是HDD 就是HARDIS HARDIS和SSD有什麼不同呢 簡單來說說 這個就快一點 但可能容量會少一點 為什麼會快一點呢 因為裡面是用晶片的速度運算 而HARDIS是用磁碟 所以晶片一定貴一點 而這個便宜一點 而且容量可以大一點 這個就是2TB 其實寫入速度也有140Mbps 對比一下iPhone SD 還是小 它比它更小 然後再對比我舊的HARDIS的大小 還有我以前的HDD是沒有防水的 2000Mbps 不過2000Mbps只能用到USB3.2的接頭 剛好我新的老婆有3.2USB 所以今次我們可以實測 是不是真的去到2000速度那麼快 哇真的用錢買時間 Time is money 我看我老婆下面是廢什麼 我正在找老婆的孔怎樣插進去 那個USB位置怎樣插進去 好了我現在要用了 我真的要用了 看到了 看到E-Drive了 Extreme Pro 可以設定密碼 如果沒有密碼是看不到我的私藏照 戴鎖了 然後就可以開到 這個就是我現在用的電腦的Materboard 用Type-C的話最高可以用到USB3.2 GEN2X2 20GB 最高速度可以每秒20GB C字頭的軟件測試到這個超跑 最高速度讀有1700Mbps 不過它也沒有什麼的 都不是真的足足2000Mbps 寫的就1600多Mbps 因為如果對比我之前還開的HDD 那個速度呢 還在測試中 它只是卡在4K 要等了一個多小時都還沒弄好 不過速度方面的確是快過舊的 這個HDD10倍以上 剛剛推出的4K影片來的 但有4K的 它大小的大小大小大概是3G 複製 3秒至4秒就已經傳送了 速度是立刻慢了 是1%1%這樣攪拌上去 不過Notebook的Type-C是3.0 它只剩7.8Mbps的速度 真的用不進啊 你沒有3.2Type-C頭是用不進的 平時我錄完的Gameplay 和我的Webcam人像 我會儲存在D-Drive 但我不會用D-Drive來剪片 因為D-Drive的速度比較慢很多 如果我拉兩條影片 怎樣剪 我連看都看不到 兩萬左右 剪不到片啊還要死了 沒事沒力 好 讓我試中拚 你看看很順的 放到最大批 完全沒有戴 沒有聽機 開始戴了 有聲音沒有畫面 戴的 可能會被殺掉 有聲音 而這東西聲稱 1.9米高度跌下來都可以防彈 那我就1米7.6度 說真的我小時候 試過有一次把手機放在自己的袋上 然後一跳起的時候 它整個飛起了 散了 然後就用不到了 既然聲稱防彈那麼高都沒事 應該3袋是難過不到的 好 你要跳繩這樣跳起 Ready 3 2 1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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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它的矽膠質料 摩擦力太大所以飛不出來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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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我掉落地下還要滾動了幾次 哇 抹得… 整個金屬位都撇氣了 凹了 戴成這樣 不知道我不用了 有沒有 沒有反應 不是 有反應 有沒有 沒事 用不到 我的4K片還在 防彈OK 但建議大家不要試 真的破爛了 超噁心 帥仔 立即毀用了 去到最恐怖的測試 剛剛的測試未算最恐怖 雖然我的心已經冒了一半 唉 平時手機最怕是見到屁坑 但它沒有指明是火水浸 但確實我要測試它極限 而且我怕掉到屁坑會暈不犯 所以我突然吊起了一條魚屍 洗了一次廁所的 乾淨的 我手機出來 打算拿上去 然後不小心 不小心 不小心 會掉錯 會怎樣 不小心 會掉錯 會怎樣 不要緊 剛剛的高度絕對沒有會掉 再來一次 不小心 唉呀不小心 唉呀不小心 噢 噢 唉呀不小心 噢 噢 噢 先放上來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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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以後會有心理陰影 噢 已經濕了 噢 噢 我覺得我以後再用了SSD 一定會有一個陰影 就是它曾經跌過屁坑 還有一種芬香的洗廁所香味 屁坑撈上來 吹光它 究竟可不可以開著呢 老婆說覺得太臭了 所以拿機 等等 看看 沒問題 開到的 以防再測試多次速度 寫的速度都是一樣 1700至1600左右 即是說它真的沒事 它真的生存下來 它跟屁坑中生存下來 我的超跑 這個3000元的超跑 不是浪得虛名 之前IP只有55 但防水比我意外中環繞多 即是它不只是防錢 所以簡單 掉到屁坑都可以生存 它的防達真的有巴掌 不過最慘的是 因為拍片的關係 犧牲了它 晉超的臉孔 即如果你沒有Type C 3.2 我就建議大家不要買這個 你是用不盡這部 那你就會浪費錢 買一些舊的版本 最高去到Type C 3.0 1000速度已經夠了 所以看大家的需求 現在這個速度就留給我家的老婆可以用 好 今集就先試到這裡 重新一次 這條絕對不是廣告片 絕對是自己真金白銀買回來測試 所以你會看到我的樣子 真的有什麼事 好 喜歡記得按讚和訂閱 如果大家還想看我 測試不同的數碼科技 新產品是否真的這麼厲害 就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我覺得很臭味 還是不要空那麼近鏡頭 放心吧 就算是迪洛斯坑 我都不會嫌棄你 我只是不會疼你 隔空